三营就是一个县里面的地位是在第三级 通常我们叫大营,大营是县长 大概要照现在的说法 二营应当是秘书长,主任秘书 三营大概是科长 这个县政府就是组织 随之,他随着他的父亲到这个家山来就职 他父亲相当于这个县政府的一个科长 沐前明吾 前明吾是当时的一位学者 很有学问特贤的一位老先生 这文简直,他自己做了文章 把自己的文章带去给钱先生看 明吾谢母其文 这个钱先生把他的文章大幅度的劈开了 许多地方都把他画掉了 赵不为不怒啊 且幸福而塑改 通常文人的稀奇总是自己的文章好 别人改动自己文章心里总是不符 啊 可是这个赵玉峰啊 不一样啊 啊 秦先生改了他的时候 不但没有一点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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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嗯 弄容啊 而且真正是幸福 幸福寇福啊 啊 啊 确实 能够改正 零零 岁也登地 啊 到第二年他再参加进思考试 他考中了 啊 啊 啊 千许重要啊 啊 啊 第四位啊 下见手 人沉睡 欲入见 啊 啊 这一年 是廖凡先生 五十八岁 入境啊 是见皇帝 在京城遇到下见手 见其人 气虚异下了 千光碧人 啊 啊 非常谦虚 啊 真的做到了 自卑而尊人 啊